为了响应吉安乡路灯任养的活动 温情姐妹会与人里万善庙特别发起号召 以行动力点亮吉安乡百战的路灯 要用爱照亮相亲平安回家的路 为了响应吉安乡路灯任养活动 温情姐妹会一心人 在日前特别前往吉安乡公所 希望借助任养平安路灯跑转引玉 带动更多三星循环 倍增关怀动能 而人里万善庙同样爱心不弱人后 平时除了帮助急难救助个案捐关 善尽救苦众生的关怀之外 每年也会固定响应路灯任养计划 游淑珍乡长有倡议说 让每一位乡民都有一个平安回家的路 所以说我们要点亮路灯 所以我们响应乡长的号召 那我们万善庙呢 这边有提供五十盏 五十盏的那个路灯的部分 为了感谢各单位的爱心散举 乡长游淑珍也一一班正感谢壮 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从我们的一路的路灯 从路灯的这个道路头 亮到道路尾 我相信这是一份非常感动的关怀 当然也谢谢过去 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们 甚至社团公庙 一起来共共急安的市信安全 因为有大家的支持 所以吉安乡公所一定要善尽职者 来做好更好的社会推展服务 复原辽阔的吉安乡 路灯数量高达一万两千多站 每年的电费支出及维护费用 更是高达两千多万元 对于乡公所财政 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基本支出 游淑珍再次感谢社会善心爱护吉安 因为有大众的爱 才能汇集量能 照亮各村大街小道的平安 记者徐立琴 吉安乡公报导